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应该把握人物的心理 感受那种时代的氛围 而不完全是了解故事情节 所以应该注意三点 一个要直接地感受体验 小说中始终浮动着的那种躁动不安的氛围 那种气氛 应该去感受这种气氛 这个其实是沙飞 他的心理感受 折射那个时代氛围 你读着他的日记 可以从他的心理感受来体会 整个这种浮躁不动的 不安的这种气氛 第二个注意呢 夜度的时候 我们要把握沙飞那种复杂的心理活动 他的变化的脉络 他的有深层的表层的 有意识的 还有潜意识的 他写得很深 有很多潜意识的描写 很深层的心理的描写 第三点我们应该注意 他小说的故事性是不强的 就是沙飞尼斯日记 他是一个日记体 他写了33段日记 这个每一段就披露 自己呢 就是我 我是这个沙飞了 他的内心的感受 所以每一节日记 他披露那种心理变化 可能都是其中的一个环节 夹在一块呢 就展示 沙飞灵魂的一些侧面 这个心灵的一些变化 这个沙飞呢 是一个走出家门 漂泊异地的一个知识女性 当时他也上过学 他跟旧式的那些妇女是不一样的 他有理想 心气很高 甚至他和这个 鲁姓笔下的子君 还不同 因为子君呢 结婚以后 主要就是满足了 要倚靠他的男朋友 那个沙飞是一个 非常自立的女孩 他完全脱离了对家庭 或者对男人的那种依赖 他是很自立的 是一种新的女子 这种心理啊 在他日记里面也有表现 他谈到父母兄弟 对他都是很疼爱的 他也能够感觉到 但是呢 这些疼爱啊 让他多少感到 这个是盲目的 是吧 确实父母对孩子的爱 当然都是不讲目的的 是吧 那么沙飞对这个呢 也看出了 他不是非常能够接受 看得出呢 这是一个非常任性的孩子 女孩啊 追求自立 渴望寻找自我 实现自己 他总是渴望在寻找自我 实现自己 当然呢 这种状况呢 一般孩子 青春期 也是常有 就是要脱离家庭的皮肤 也走向自立 是吧 这都是正常的 不过沙飞呢 好像表现得更厉害啊 心比天高 所以他日记 日记里面大量反复的呈现 他对爱情的追求和渴望 他的爱情观呢 也是非常自立的 他认为啊 对爱情的追求 不是找到一个归宿 因为谈恋爱干什么 要结婚 要找到一个归宿 甚至呢 也不是要找一个寄托 现在找朋友 就找一个寄托 是吧 而是要找什么 找自己 找对象 他还是找自己 实现完整的自我 所以这是一个很清高 很孤傲的一个女孩 是吧 容易被现实的环境 看着是孤僻 任性 是吧 所以也不容他自由地伸展 所以小说一开头啊 就是写沙飞那种烦闷 佛造 百无聊赖的那种心境 其实是什么 是写在平庸 乏味的那种环境 这个写的是沙飞的那种 烦闷的心情 实际上是折射 那种烦闷的 平庸的环境 所以沙飞呢 心比天高 他当然跟这个环境呢 是格格不入的 你看小说里边有 一开头有这么一段描写 沙飞不是养病吗 在北京西山 养病 每天没有什么事 抱看完 想不出能找点什么事做 只好一个人坐在火炉旁生气 气的事 也是天天气惯了的 真找不出一件事 是能令人不生 闲艳的新的 但我宁肯 能够找些新的不快活 不满足 只是新的 无论好坏 似乎都隔我太远了 这个小说一开始 写一个内心世界 内心的烦躁 事实上是要开始营造一种 这个氛围 这个营造一种烦闷的氛围 你看这个描写 其实是女孩子常有的 这种青春期的苦闷 加上她有病 怕孤独 琴细波动 有时候有点无名火 等等 这些都是常见的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 这个写的是很真实的 但是 这又不只是 一般的心理的表现 所以我们看这种隔膜 那种苦闷的心理 其实是有时代内涵的 刚才前面也说了一下 就放到武士 落潮那个时代去考察 就发现 沙飞这种苦闷 不光是个人独有的 也是时代性的 是当时青年人 理想失落的一种普遍的苦闷 也是他们实现自我过程中 产生波折 与失落感所形成的一种苦闷 下面我们进一步来做一些分析 刚才是一种观点性的 在进一步的分析 沙飞的苦闷里面 他的人生观 爱情观是什么样的 这样呢 我们就更能够理解 前面说的 反映了这个时代内涵的心理 沙飞 初出茅庐的一个女孩子 是吧 他那个貌似很复杂 好像他想的都很复杂 其实是非常单纯 如果真的复杂 一个人如果真的很复杂 很严滑了 他就可能融入这个环境 甚至这个同流合污 就不会那么苦闷了 所以小说所写的 所展示的是沙飞 追求人和人之间 真的那种理解和沟通 他希望年轻人 追求人和人之间的理解和沟通 追求那种纯真的 诚挚的爱和友谊 可是在现实中 这一切都是碰壁的 都是失望的 最后最终反景的 迫使沙飞走向了反面 所以这个小说 这个日记 一共写了 一男 一女二男 这个一个三角的关系 一女就是沙飞了 还有两个男的 但是这种三角关系 不是常见的 那种争风吃醋的 那种三角恋爱 他可以看作是一个坐标 展现沙飞的心态 这个一个男的叫伟弟 一个叫林吉士 都是沙飞的追求者 这两个男的追求沙飞 他们都是在沙飞 处在一个无碍的沙漠中的时候 出现了 应当说 都可能 都可能 给沙飞带来一些爱的希望 带来一些温暖 一些慰藉 但是结果呢 他们都不是沙飞心目中的 真正的男子汉 沙飞跟他们交往一段以后 都是失望的 都是反感的 都是加深了他的苦闷的 所以从这个三者的关系中 我们来看看 这个沙飞的 他的爱情观 分音观 人生观 以及那种 这个独特的那种 心理性格 也可以看一看 看出来 就是写出来一种 理想爱情观的破灭 所以我们可以把伟弟 和林吉士 看作是观察 沙飞性格观念的 这个坐标的两端 一边是 一边是林吉士 一边是这个伟弟 就是说 通过两个男人的表现 以及沙飞的反应 来反观 沙飞的心性 现在我们可以来分析一下 伟弟 这个是一个 很老实的一个人 很真诚 能够体贴人 有他的长处 按照传统的观念 是可以做 如意郎君的 用现在的流行的话来说 这有点像 经济适用难 这可能是很适合 过日子的 一个小否则 但他终究 思想比较平庸 切少过性 切少阳光之气 有点唯唯诺诺 甚至有点窝囊 那么沙飞呢 又是很高傲的一个人 基本上他是一个 爱情的至上主义者 是把爱情看得很重的 很多不入室的 纯情少年 都是如此 是把爱情看得很重 不屑以平庸 其实这个也是很美的 人生都要有这样一段经历 所以沙飞 他不愿意将婚姻 等同于平平和和过日子 不愿意把婚姻等同于 平平和和过日子 不愿意满足找靠山 找归宿 找饭票 他是一个新的女性 所以沙飞感到刺激 不是在爱伪地 感觉中伪地 更像是他的弟弟 而不是男朋友 是吧 那伪地他不喜欢 觉得就当弟弟差不多 当男朋友 就觉得不得劲 所以呢 稍后啊 伪地的英权 就让他感到反感了 那么 所以沙飞啊 对伪地的体贴呢 他是感到这不是爱情 是吧 是有点接近亲情 和男女那个异性之爱 爱情是不一样的 这个沙飞认为爱情最重要的 是彼此能够了解的清清楚楚 毫无隔磨 沙飞对爱情的渴望啊 是渴望心灵的 完全的相通 和理解 所以他日记里面写 他渴望 有那么一个人了解的 我清清楚楚的 如若不懂得我 我要那些爱 那些体贴做什么 偏偏我的父亲 我的姐姐 我的朋友 都能如此盲目地爱惜我 我真不知道 他们爱惜我的是什么 我真愿意 这个时候 有人来懂得我 便骂我 我也可以快乐和骄傲了 他需要的是懂得我 是沟通 是吧 是在这个基础上呢 才能够有真的爱情 事实上啊 沙飞他自己 也说不清刺激 刺激也是糊涂的 他说我真不知道 怎么分析出刺激来 有时为一朵风 吹散的白云 会感到一种 苗茫的 不可捉摸的难过 这当然是一种少女的 那种 是吧 心情啊 他要找到的是 能够心心相应的 另外一半 就刚才说的 要找刺激 这当然是一个 美好的愿望 也可以说 是人性的 纯美的部分的体现 这为什么爱情 总是那么感人呢 为什么爱情总是 文学创作永恒的主题呢 就是因为对这种 纯美的向往 能够超离 那种平庸的现实 也因为呢 这种描写 能够触动 人内心生成 最柔软的部分 美国人都有自己 最柔软的部分 而中国的传统 伦理道德 特别封建礼教 对人性 基本上是漠视的 甚至是扼杀的 在传统道德 框架内呢 很难认可爱情的 天然的合理性 所以五四世期提倡 那个过性解放 要冲破 传统的道德 文学中的人性的体现 终于占有了一些位置 所以那时候有很多描写 自由恋爱的作品 也带有一种理想性 反抗性 那么到了丁林这里呢 到了沙菲尼斯日记这里呢 非常明显 又进步了 就比五四的一般 过性主义者 要走得更远了 丁林和他写的沙菲尼 发现了 发现一个事实 就是说 即使过人觉醒了 即使过性解放了 也并不意味着 信父就来敲门了 要追求真的爱 还是困难重重的 甚至是毫无希望的 为什么 因为传统的道德观 分音观 就像空气一样 弥漫着整个社会生活 过人其实是很难挣扎 很难摆脱的 就看沙菲吧 他追求心心相应 真正的爱情 他不屑以世俗的 传统的 过日子为目标的 分音观 过日子 这是沙菲的清高了 也是他的 纯洁的地方了 也是他呢 比五四的 过性主义 走得更远了 对传统的道德 分音观 反抗也更彻底了 这小说 对沙菲的体验呢 有很多描写 显示了 爱情和亲情 友谊是不同的 爱情呢 不同于一般的亲情和友谊 沙菲为什么喜欢伟帝 而不爱他呢 他是忠实于自己的感觉 他可以同情 甚至心同这个伟帝 但他不能够唤起 那种异性的爱 他只能保持 类似姐姐和弟弟的 那种关系 在戏旧 其中是有原因的 这个伟帝虽然喜欢沙菲 但他不理解沙菲的心 他进入不了这个女孩的精神世界 甚至伟帝看了沙菲 给他看的日记 独不了解沙菲 所以沙菲的感到隔磨 感到人跟人难以沟通 反而加深了他的苦闷 这是从这个 他跟伟帝的关系 可以看出沙菲 他的爱情观 他的追求 他清高的一面 是吧 纯洁的一面 那么另外一个镜子 伟帝是一面镜子 另外还有一面镜子 就是林吉士 这是从所谓南洋 回来的一个有钱人的子弟 公子戈尔 也可以从林吉士 这个镜子来反观 这个沙菲 看他的内心世界 看他的性格的一些侧面 那么沙菲苦闷孤独的时候 这时候生活中 就闯进了林吉士 这是一个长得非常英俊的青年 从南洋回来 沙菲马上 这个日记里面写 马上就被他一表人才所吸引 第一印象 对林吉士就很好 就被他所征服了 日记里面这样写 那高个儿可真漂亮 用漂亮来形容这些男孩 这是我第一次感觉到男人的美 从来我都还没有留心到 只以为一个男人的本行 是会说话 会看颜色 会小心就够了 今天我看到这个高个儿 才懂得男人 是另著有一种高贵的模型 好像这种感觉太快了一点 但对一个少女来说 也是可以理解的 他被林吉士的外表所吸引的 我知道在这个社会里 是不准许任我去取得我所要的 来满足我的冲动 他看到林吉士以后 他有冲动 满足我的欲望 无论这对于人并没有损害的事 我只能忍受着 他对这个林吉士是有爱的 有欲望的 但他只能忍受着 我气我自己 怎么会那样激素 不会调皮的应对 平日看不起别人的交际 今天才知道自己是显得又呆又傻气 他一定是以为 我是一个乡下才出来的姑娘了 在这个殷健小否子面前 他显得有点自卑了 这里写出了一个平时挺泼拉的一个少女 这个沙飞 他碰到他的所谓骑士 所谓的白马王子 难免出现的那种慌乱的心理 写得是非常细腻 很真实的 沙飞平时 他是在披抑 鄙夷 就看不起那种平容 他总是按照理想的色彩 去构想他的白马王子 这个林济世是那么有风度 他和伪地是不一样的 所以他给他吸引了 这是很正常的 这沙飞追求那种独立的人格和爱 但毕竟他是个少女 他的追求也脱离不了 一个所谓白马王子 所谓骑士的框架 这里披露了一个少女恋爱时候 他的想象 他的迷惘 他的欲望 这都是很真实的一种描写 以前的文学里面很少看到了 但是他和林济世 交往了一段以后 终于发现 这个男人 外表长得很美 很英俊 里边却有一种 卑劣的 商人的灵魂 那个小说里面 日记里面有这么一段话 在他最近的谈话中 我懂得了 他的可怜的思想 他需要的是什么 是金钱 是客厅中能印出买卖中朋友的年轻的太太 是几个穿着标志的白胖儿子 他的爱 他的爱情是什么 是那金钱在剧院中最飞鹤而得来的肉感的享受 或坐在软软的沙发上 用着香喷喷的肉体 除了说渊卷 同朋友们任意笑谈 还把左腿跌的 跌压在右膝上 不高兴被拉倒回到家里 老婆那里去 热心以演讲辩论会 网球比赛 留学哈佛 做外交官 攻死大臣 或继承父亲的职业 做像素生意 成资本家 我明白了 那是我爱慕的一个高贵的美心里 是安置着这样一个卑劣的灵魂 并且无缘无故的 还结束过他的许多亲密 这亲密 还知不了他从剧院中飞鹤里 剩下的一半 想起落在我法际的吻来 真是悔恨的想哭了 就是他看穿了 这个英俊的小伙子 原来他的灵魂是那么 逼索 那么这种认清了这个过程 认清这种假面的过程 引发了这种内心的冲突 那种摧残痛苦 写的是非常细的 所以沙菲就要跟林杰士 要结结 但是好像写的也不那么容易 不是一刀去两断 是有矛盾 有反复的 甚至有时候险些要被他所俘虏 沙菲毕竟是一个有境界的理性 所以他追求纯洁的爱 不把爱 以信 以人的本能 氛围一谈 是吧 他也被林杰士的外表所倾倒 也了解自己的欲望 自己的痛苦 也写出了他的理性和欲望 灵性和肉体的冲突 但最终还是理性和灵性 占继了主导的地位 所以沙菲的追求和失望 他的烦闷和抗争 不仅是因为爱情 这是其中的一个层面了 刚才我们讲了那么多 主要是分析他的爱情观 以及他的人生观的一个角度 这个来看 这个沙菲尼斯的日记 有这种时代的内涵 也写出了少女的那种心理特点 但是这个小说 我们可以超越点来看 它是写出了那种佛照的心态 那种人生追求的失落 那种佛照 写出了一个青春时代 就是武士时代 告别的那种方凉感 失落感 就像这种青春时代告别 那种方凉感 失落感 所以这篇小说的心理刻画 是不限于写爱情的 其实我们不要理解为就是爱情 也寒阔了 当时一部分青年的苦闷和追求 所以沙菲这个人物形象 是有拓展性的 其中的病态心理描写 从社会心理 社会分析的层面来说 可以这样来理解 就当时整个社会转换 很复杂 一部分青年有新的追求 多数都是实意的 但还在反抗 还在叛逆 那么沙菲女士的日记 就写出了借态青年的心理 这是一个这样的理解 那么沙菲呢 它是空隙的 绝望的 它这种空隙或绝望 是由于它的圈子太小 它不能够投入到 更广大的生活中 去获得光或力 这是我们对沙菲的一种分析 当然成功的小说 可以引起各种业度的想象 读完这个小说以后 我突然感到 这个沙菲女士的日记 其实不光是写五四 不光是写少女的爱情 它也是写一种普遍的现象 是什么呢 在人生 在爱情面前 最大的敌人是什么 最大的敌人是世俗 世俗是一种潜在的 无边无际的 你找不到它 它又无时无刻不包围着你 你能够清楚地感觉到 它的存在 但你无法一直较量 所以每个人的成长过程中 都会逐渐地明白 并且必须要面对这个事实 不过这等于 不等于就没有自己的选择 所以也许这就是为什么 这边有一个既有鲜明的 时代色彩的作品 今天我们读起来 仍然能够感动的一个原因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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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